美国当地时间中午3点45分 猎鹰重型的27个引擎同时点燃 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空中心39A发射台上横空而起 猎鹰重型火箭高达23层楼 具备27个引擎和3个推进器 总共提供500万磅的推力 而火箭的推进器也将会重返地球 并在陆地和海洋着陆 一般火箭都会搭载钢铁和水泥板等模拟载重的东西 但是猎鹰重型火箭却一反传统 搭载了一辆樱桃红的特斯拉电动跑车Roster 把跑车送入地球至火星的椭圆形轨道 拥有SpaceX和电动车企业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指出 猎鹰重型火箭的成功发射是一次重大成功 同时对于越来越多希望推进航空航天市场商业化水平的 创业者和初创公司来说也是巨大鼓虎 马斯克还说这辆跑车会在深空中待上十亿年 这辆跑车也成为了第一辆飞入太空的汽车 此外车内还有一块名牌 上面刻着SpaceX公司的6000名员工的名字 对于这次发射成功 南加州大学教授格雷格称赞的说道 这家私营公司的表现甚至比任何政府都要好 而这项创举也反映了有越来越多企业 有能力发射吸引火箭 而不仅仅局限在政府机构 MDP7综合报导